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型号为HCS204 官方给出的主要技术参数为 使用电压DC正5V 静态电流小于2毫安 高电瓶输出为正5V 低电瓶输出为0V 感应角度不大于15度 探测距离为2厘米到450厘米 精度达到0.3厘米 该模块共有4个音角 VCC为5V供电端 TRAG为触发信号端 ECO为回响信号输出端 精度为供电接地端 其中VCC和精度为供电端口 连接正5V的电源输入 TRAG为超声波模块的输入 用来触发超声波测距功能 需要一个至少10微秒的高电瓶信号 来进行触发 触发测距后 超声波模块自动发送 8个40KHz的波形 并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当有信号返回 超声波模块通过 ECO输出一个高电瓶 高电瓶持续的时间 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可以得到超声波测距距离 等于高电瓶持续时间 乘以声速再出烟 再简单介绍下风银器 通用函数控制的一般都是无源风银器 如图中所示 无源风银器利用电磁感应现象 为音圈接入胶变电流后 形成的电磁铁与永磁铁相吸或相斥 而推动振膜发声 接入直流电 只能持续推动振膜 而无法产生声音 只能在接通或断开时产生声音 无源风银器有两个音角 其中标记为正接信号控制端 标记为负的接地 给出超声波测距电路图 按照电路图连接好电路 看一下程序 定义了三个常量 对用值分别为超声波模块的 处发信号 回响信号 和风银器的控制信号 所连接的Arduino引脚的区号 定义一个浮点型变量 用于计算距离 Setup函数中 定义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 同时初始化串口 以便宇通过串口监视器 观测超声波测距结果 Loop函数中 首先输出一个 10微秒宽度的脉冲 触发超声波进行测距 然后通过该函数读取 回响引脚高电瓶脉冲的宽度 这里由于该函数返回至单位为微秒 升速为340米每秒 而超声波测距的范围 常用厘米表示 因此需要进行单位换算 涉及到小数运算 这也是为何变量定义为浮点型 将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得到测距结果后 对距离进行判断 当距离小于10厘米时 封门器输出500赫兹的声调 进行报警 当距离大于等于10厘米时 报警解除 同时将测得的距离 通过串口进行输出 延迟100毫秒后 重复测距过程 将程序 加载到阿丁诺板子上 打开串口监视器 可以看到 串口监视器实时显示出 测量的距离 用手在超声波前面 进行遮挡 可以看到 当距离小于10厘米的时候 分明器响起 当距离大于等于10厘米的时候 分明器报警解除 验证了程序的正确性 这次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我们的作品是支持南亚遥控的自动避障 这个作品是在超声波避障小车的基础上改进行程 无论是自动巡航模式还是南亚遥控模式 当小车遇到障碍时都会自动避开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南亚随心所欲的遥控小车 而无需担心应操作失误撞坏小车 本作品的初衷是形成一个辅助驾驶的雏形 目前来看 小车的视觉模块功能强大 可在不发生碰撞的情况下 从较复杂环境中轻易走出 小车主要有两块Odino Unobank控制 这两块Odino板 一块负责动力控制 另一块负责接入南亚模块和避障使用的视觉模块 并对返回速度进行处理 向负责动力控制的板输出最终控制信号 同时也向南亚终端返回当前指令 动力模块由四个无刷电机 电机驱动芯片和四个轮值组成 视觉模块由四个超声波模块 两个红外避障模块组成 遥控模块由一块南亚模块组成 而小车主体由上下两块板 通过支柱支撑形成支架 本小车长27厘米 宽17厘米 高16厘米 能以约35厘米每秒的速度前进 采用差速转弯 能提前辨识前方约30厘米的障碍物 并能通过南亚进行前后左右 自动前进和中止指令的控制 我们的小车由L298N电机驱动模块 带动电机转动 使用超声波和红外进行测距和避障 同时南亚模块用于遥控和显示 小车在运行过程中 超声波会持续探测周围环境 前方无障碍 且南亚有指令时 就执行南亚指令 若遇到障碍 则直接枯示南亚信号 进入避障状态 直到小车成功避开障碍 再恢复对南亚信号的检测 有以下两种方案可以实现我们的作品 方案一 小车前方搭载一个超声波模怀 遇到障碍时 舵机带动超声波转动 依次探测左右两个方向 从而决定小车的转弯方向 同时用红外遥控遥控小车 用LCD显示屏显示障碍物距离 该方案的优点是成本低 用到的元件不多 但缺点也非常明显 一 红外遥控非常容易受到干扰 经常按下同一个按键 在实验室收到是一个码值 回到宿舍又变成了另一个码值 二 LCD屏幕搭载在小车上 小车跑动的时候很难看清 三 小车不够灵敏 在遇到障碍物时 先停下判断障碍 然后才能转弯 因此 这是个不成熟的方案 我们在方案一的基础上 经过一番改进 得到我们的第二个方案 一 改动态超声波为静态超声波 也就是不用多机 而是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各固定一个超声波模块 这样一来 遇到障碍时 小车可以瞬间判断转弯方向 而无需停下等待 小车的灵敏度大幅度提高 二 改红外遥控为南亚遥控 南亚遥控稳定性非常好 我们也就告别了红外遥控码值突变的问题 而且 南亚不仅能用于遥控 也可用于显示 将数据发到手机上看 明显比放到LCD上看方便多了 但方案二也有缺点 它使用了更多模块 也更加耗电 我们因此增加电池数量 提高电压 但与原始方案相比 方案二还是很成功的 调试过程即遇到的问题 遥控模块 遥控模块和避障模块 需要实时接收信号 而一块Arduino版并不能实时监测避障信号和遥控信号 最后 我们通过十分复用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 避障模块 在最后的小车整体调试中 曾两次出现避障模块始终输出错误信号 一次是红外避障模块损坏导致 第二次是两个不同的模块串口冲突导致 三 动力模块 动力模块的主要问题是 单车电机经常不转 经排查 发现是电机驱动模块螺丝松动导致的 在验收前的最后测试中 这一问题再次出现 但螺丝是拎紧的 我们递了好久吧 发现一根杜棒线看似外观完好 其实内部断路 杜棒线断路这种问题真的很麻烦 各个模块的介绍 一 电机驱动模块 电机驱动模块使用独立Arduino Uno板 并通过串口与视觉模块的独立Arduino Uno板进行通信 该模块会不停检查串口 当团筹有指令发来时 该模块会读取指令 并根据指令改变小车的运动状态 二 视觉模块 视觉模块由前后左右四个超声波模块 以及左前右前两个红外必当模块构成 视觉模块的逻辑为 首先获取各个方向模块输出 然后进行判断 判断逻辑为 检查正前方 左前右前方又无障碍 无则前进 若左前右前都有障碍 则后退 若左前右前单侧有障碍 则向相反方向转弯 若正前方有障碍 则向左右两侧最远障碍一侧转弯 若小车后退时后方有障碍 则停下 三 显示模块 显示模块由风鸣器 五个指示灯 南牙模块构成 其中五个指示灯 分别指示小车前进 后退 左转 右转 停止五个状态 当小车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时 对应指示灯亮起 当遇到障碍时 风鸣器也会响起 南牙模块可以将前 后 左右 四个方向上障碍物的距离 发送至手机 便于小车遥控者观看 四 遥控模块 使用蓝牙串口 接收手机发来的指令 下面是各个模块的协调 由一块 Audino Uno开发板 Io口 无法满足以上所有模块 对Io口的需求 我们使用两块 Audino Uno开发板 对小车进行控制 其中一块 Audino Uno开发板 搭载动力模块和显示模块 动力模块通过L298N电机驱动模块控制小车的四个马达 另一块 Audino Uno开发板 用于处理视觉模块和遥控模块传回的数据 并根据预先设定好的优先级生成小车的运动策略 两块Audino Uno开发板通过串口 进行双击通信 搭载视觉模块的开发板 经串口将其生成的小车运动策略实时发送至 搭载运动动力模块的开发板 搭载动力模块的开发板接收后 便按照该策略控制小车运行 显示模块较为特殊 其在两个开发板都有分布 LED指示灯位于动力开发板上 该板根据小车不同的运动状态亮起对应的指示灯 而显示模块的另一部分 蓝牙模块和风鸣器则位于视觉开发板上 蓝牙模块将处理后的超声波和红外传感器数据实时发送至手机 遥控者可以清晰地看到障碍物的分布和距离 而在遇到障碍时响起风鸣器作为提醒 需要注意的是 遥控模块和显示模块共用蓝牙串口 或许可观传及时响起风鸣器作为提醒 伊几 可观赏 使功能 向逐原 向逐原 或许可观资料 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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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外观是一个高约15公分 覆盖原直径于26公分的十边形柱体 外包装由包装制和PVC版组成 采用热绒胶和手杖胶带固定 一方面保证了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携带性 另一方面美化的作品外观 演奏棒可以使演奏更加顺利 完善了演奏系统 在其内部 我们设置了Arduino Uno板两枚 扬声器两枚 四种不同规格的电阻各两个 导线若干 在其外部各侧面上各有一个超声波模块 通过Arduino Uno板给超声波模块一个脉冲 检测脉冲返回时的时间间隔 再结合试试温下的声速 进而测得超声波模块前面阻挡过的距离 从而发出相应的音调 实现超声波电子琴的功能 那么具体的来讲 八个模块对应中音的 Do、Re、Mi、F、So、La、C和高音的Do 遮挡对应的超声波模块 使其一侧的距离在5公分至25公分时 对应的扬声器就会发出对应频率的声音 在5公分到25公分这个区间里 共设置了四种声音强度 通过分别串联13欧、51欧、100欧、220欧的电阻 来实现让扬声器发出对应强度的震动 实现控制音量的功能 演奏时因为超声波 电子琴采用了两块养声器 因而可以实现多种频率同时发声 实现和弦功能 不仅如此 因为我们在设计电子琴时 选择了正式边形的对称设计 可以实现多人演奏 产生丰富多彩的演奏效果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硬件之所介绍 超声波电子琴的硬件之所介绍 分为四个方面 各模块详细介绍 电动连接与模块控制 硬件调试 创新创意 首先是各模块详细介绍 第一个模块 扬声器 它的特点 声音效果好 但实现相对复杂 我们在选择扬声器的过程中 首先将其与风鸣器做比较 得出结论 扬声器的发声效果更好 因此我们最终选择扬声器 作为发声模块 它的功能 能根据程序发出不同频率 和响多的声音 使用方法 将扬声器的正副级 分别焊接导线 粘入电路 第二个模块 是超声波测距模块 它的特点 原理简单 实现起来相对容易 我们在选择超声波测距模块的过程中 首先将它与红外线测距模块做比较 得出结论 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 的实现更加容易和方便 因此我们最后选择的是 超声波测距模块 它的功能 能够实时测得模块前方障碍的距离 使用方法 模块的正副级 分别于Arduino板的板子的正副级相连 Echo和Trick引脚 则根据程序 连接到不同的Io口 最后是Arduino Uno板 它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接口 有数字Io口 模拟Io口 灵活方便便于编程 接下来是电路连接与模块连接的控制方法 这是超声波电子琴的电路图 图中的电路结构大致对称 每一侧都有一个Arduino Uno板 四个超声波测距模块 一个扬声器 每一侧的超声波测距模块 正极并连在Arduino板的正极 负极并连在Arduino板的负极 Io口引脚和Trick引脚 分别接在板子的不同Io口上 扬声器 负极连接电源负极 正极串联织大小不同的电阻 连到不同的Io口上 这是用Fritzing做的虚拟仿针电路图 接下来让我们结合实物连接 可以看出实物的电路连接也呈对称结构 这里是两块Arduino Uno板 中间一块面包板 呈对称分布 两侧扬声器同样呈对称分布 我们将镜头拉远 可以看到在这座堡垒的四周 均匀分布着八个超声波测距模块 它们是呈正十边形均匀分布的 就像堡垒的八座炮台一般 也正是因为正十边形的均匀分布 八个超声波测距模块互不干扰 因此扬声器的发声互不干扰 进而实现了多人演奏和弦的功能 接下来是调试过程 调试方法 首先将超声波测距模块 与扬声器发声模块分开 再对单独一个超声波模块 进行测距 若显示正确的读数 则再介入多个超声波模块 进行测距 若超声波模块 测距正常 则继续对扬声器模块进行检测 问题与解决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扬声器不响的问题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通过试处短阶扬声器 判断扬声器无故障 可以推断出 使并连电阻组织过大导致没有声音 通过减小组织解决 并确定发出不同音量所需的电阻组织 第二个问题是超声波无法测距的问题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通过改变超声波模块 面包版 Arduino版 排除主要元件 出故障的可能 在关键连线处串联发光二极管 通过二极管亮或不亮 来确定导线处的问题 最终通过更换导线 解决问题 最后是我们的创新创意部分 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不同音阶之间的干扰 我们设计了正十边形的外形 实践证明正十边形的超声波电子琴 其发生效果 相较于其他形状的超声波电子琴 效果更好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软件程序介绍 超声波电子琴的软件程序介绍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程序流程说明 各部分控制程序详细说明 程序调试过程 以及程序运行方式 首先程序流程说明 八个超声波模块可以分为两组 可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 在其中一个循环里 四个超声波模块分别测距 之后 我们根据测距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测距结果符合要求 则执行套案函数 即扬声器发声 以上就是超声波电子琴的程序流程 接下来是详细代码的阐述 首先变量定义部分 如图所示 我们定义了echo trick distance insurance 音阶频率 不同音量 对用端口 几个变量 接下来是引脚设定 在setup函数中 我们定义的引脚如图所示 之后是超声波模块测距函函数 不难看出 首先 我们将trick引脚置于低电瓶 之后 进行两毫秒的延迟 再然后 将trick引脚置于高电瓶 接着是10毫秒的延迟 之后 继续将trick引脚置于低电瓶 然后 代入计算室 即可得到超声波测距的返回结果 最后是利用所测得的距离 进行判断并发声 这部分代码首先是一个for循环 即使四个超声波测距模块 分别进行测距 之后将锁测距离 代入到if的判断条件中 若符合条件 则执行套函数 进行发声 实现了发出不同音阶 不同响度的声音 看到这里 想必我们都注意到了 insurance这个变量 其实 我们为每个超声波测距模块 增设了这个insurance变量 取保险之意 insurance记录了每次发声之后的测距结果 在每次测距结束之后 比较当前测距与insurance的差距 若两者笔值在0.7到1.3之间 则继续发声 若两者笔值在此范围之外 则使当前数据为波动数据 存入insurance 暂不发声 等待下一次测距 下一次比较 这样一个改进就保证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遮挡物距离 突然变大或变小时 不至于引起音量的剧烈波动 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偶尔超声波模块 错误工作时 可以避免错误的发生 接下来是调试程序过程 首先 检测超声波测距模块 能否正常实现测距功能 这时我们可以打开串口监视器 检测串口信息是否正确 之后检测扬声器能否正常发声 最后是程序的运行方式 程序已经提前稍写到了板子中 因此这时候 我们只需要给两块 Adeno Uno板控电 程序即可开始正常运行 接下来是第四部分 功能展示 首先是八个音阶的独立展示 Do Re Mi Fa Sou La Shi Do 接下来是音量变化的展示 可以看出随着距离越来越远 声音越来越小 下面是多个不同音阶同时发声的和弦展示 接下来是乐曲《欢乐颂》的展示 接下来是乐曲配操作声 如果你的观伟必须 DESP 跟W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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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